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学到了有序集合 学到了一些简单的命令 那这节课呢 接着来往下学 看一下我们有序集合中 还有哪些常用的命令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已经写到了 可以来添加元素 给元素指定分数 包括按照我们元素 从小到大 分数从小到大的顺序 来返回我们指定的一个元素 包括从大到小也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元素的分数 来进行一个 获得一个指定分数范围内 范围内的一个元素 可以通过谁呢 就可以通过它 排序的时候 返回的时候 根据分数来返回 Z range by Scott 这样的命令 它是获得指定 分数 范围内的 元素 也是按照分数 从小到大的顺序 按照分数 从小到大 顺序 它返回的是 我们的分数在某一个范围内 返回的是 分数 在指定的 米到max之间 元素 这样的效果 那Z range呢 是直接排序完 按照分数从小到大 来返回 从你的起始点 到结束点 而这个Z range by Scott呢 你看到它的语法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Z range by Scott 同样的P 再加上 你要返回分数的最小值 到最大值 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的元素 那在这里边呢 你可以带有我们的分数 with Scott 是不是和这个Z range一样呀 在这个还多一个 多一个选项是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这个 my circle中 你限制我们结果级 显示条数的 limit语句 同样的在这儿 你也可以加上我们的limit 第一个还是我们的 偏移量 第二个代表显示的数量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个Z range by Scott的例子 通过例子呢 你就可以发现 那这一次呢 我们再来 写上一个 假如说我们要获得一下 分数是80到90之间的所有人 你可以这样来写 获得分数80到90之间的所有人 所有元素 你可以带有分数 也可以不带有啊 你写上一个Z range by Scott 我们的P2P Scott 接着最小值是 80 最大值是90 如果不加V Scott呢 他只会得到这些元素 不带有分数 来看 只有一个比较少啊 80到90之间 只有一个 那接着我们多添加几个元素 Z R得一下 写上一个 81 1 Test9 Test9 82 Test10 83 Test11 84 Test12 84 Test13 多添加几个 88 Test14 4 再写一个89 Test15 好 一次又添加了这么多个 Zi的啊 少写了一个几何名称 P2P Score 这一次再看 成功 6个 那接着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想获得一下 分数在80到90之间的 是不是Test 刚才添加的9到15 什么都显示出来了 没问题 接着再看 你想带有分数呢 只用在这加上一个 Viz Scouse 这是一样的 看一下他们包不包含我们的 其实点 都带有多少分 Test80分 对吧 接着90没看着 你也可以再来个90的 我们再添加一个元素 Zi的 为什么要再添加一个呢 就是给你演示一下 可以包含我们两端 也可以不包含 写上一个 90是Test的 16 好 成功 接着再运行一下 刚才的 80到90 带有分数的 是不是包含我们两端呀 相当于小 大于等于80 小于等于90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说 我就要求大于等于80 但不小于 不包含我们的90的 小于90的 也可以 你可以这么写 Z 任职 by scal peerp scal 接着是大于等于80 但是呢 不包含我们的90 这时候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一括号 代表小于90 你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还能看到我们刚才新添加的一个Test的16吗 对吧 你看到 一直到89分 是不是不包含了我们这个90啊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那同样的你说80我也不要 那只用在这再加一个括号数就行了 把它一复制啊 就相当于大于80 小于90的所有元素 成功 你看 是不是不包含我们的80 可以通过括号 不包含我们的其实点 写个注意 通过括号 一边左括号 代表 不包含 其实点 不包含我们的端点啊 这样的效果 不包含端点 好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写什么呢 假如说我想获得一下 分数是90到无穷大的 也可以 当然呢 我们的分数不可能有无穷大 只是有这种形式 来试验一下 可以使用Z认指 by scal Prp 接着写上一个包含我们的80 或者90 到无穷大的 写上一个正的NF 好 你看到有哪些人 这么多人啊 你想带有分数也可以 带有分数 写上一个 Vs scal 这是我们的所有元素 一共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人 这样的效果 那看到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结果级一样 现在我只想返回结果级中的前几个 前几个 那这时候可以跟上我们的Limit语句 那接着你来看 在再次基础上 我们写上一个Limit 0 0代表我们的偏移量 其实点 记住 第一条 第一个元素的其实点是从0开始 和我们这个MyCircle中的这个结果级中 是一样的效果 接着写上一个3 代表显示几个元素 你看一下 三个元素 应该是Test16 Math和Q Test16 Math和Q 这样的效果 那显示下三个呢 只用把这个3 0变成3就可以了 也行 也可以 但是我们一共就这几个元素 那接着变一下 写成一个80 这就多了 你看 这样就可以 接着你再写成一个3 多少3 下三个 下三个元素 同样的也可以 同样的也可以 那接着可不可以给一个值呢 你先看 不加Limit的时候 这是所有的 一共这么多个 13个 接着你要写成一个Limit 三 你看 是不是语法错误啊 记住 必须要两个 一个是偏移量 一个是显示记录的条数 显示几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 它是获得指定分数范围内的元素 也是 元素的分数 按照 元素的分数 从大到小的顺序 记住 记住 它是从大到小 返回 min和max 之间的元素 那语法呢 和刚才差不多 以后 z 啊 z 啊 iv 认识 板 scal key min max 带有分数 为scalse 接着还有一个是 啊 Limit offset 加上 这样的形式 也对 啊 那现在可以看一下 简单试验一下就可以 这个呢 有了之前的上一个命令的基础 再看它就比较简单了 scal pp的 curse scal 接着 写生一个90 到80 啊 这个反了 max到me 90到80 这样的效果 接着呢 你想带有分数 加上一个v字 scalse 好 90到80 是不是按照分数 从大到小的 记住参数啊 不要写min和max 是max和min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加上一个limit 也可以 我们直接来加了啊 写上一个limit 01 是不是获得 获得这一个元素啊 对吧 啊 从0开始 便宜量 获得第一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比较简单 好 那现在呢 假如说你还可以为某个元素 来增加它的分数 包括修改它的分数 也可以 那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zncrbar 来添加 增加元素的分数 或者减少啊 都行 zncrbar 它是增加 或者操作 某个元素的分数 做增量嘛 对吧 可以增加 也可以减少 返回 增加 操作之后的分数 这样的效果 zncrbar 那接着呢 它的语法 zncrbar 加上一下 给哪个元素 increment 加上我们的分数 分数 接着是member 给哪个元素 来添加 那现在看到一下 我们的这个 里边元素啊 我们给这个test的16 已经是90了 我想给它加5分 对吧 表现好 加了5分 变成95 你可以这么写 zncrbar 写上一个 prpscore 加5分 接着呢 member 是我们的test的16 成功的话 返回 操作之后的分数 zncr 写错了 ncr 不是c1 好 我们再来运行 你看到 现在test16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95 在之前的时候 还是90 现在变成了95 那可以加呢 也可以减 我们再把它减回去 是不是给成一个负的 加上一个负分 就减了 对吧 写成一个负 15 现在才变成了80 好 80 没问题 这是减去分数 也比较简单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获得 集合中元素的一个数量 那假如说 你看这个集合中 一共有多少个元素啊 对吧 可以通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 通过谁呢 就可以通过 z card 获得 集合中 元素的 数量 语法呢 直接写上 你要获得哪颗 集合中元素的数量 就可以 加上我们的key 那接着来试验一下 z card 加上prp的curse scal 好 把它拿过来 一共有多少个元素 22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比较简单的命令 还可以获得指定分数内的 元素的个数 对吧 假如说 你要获得一下 80到90之间的 有多少人啊 对吧 我们只用统计一下 它的数量 那这时候呢 还可以通过下一个命令 z coin 统计 z coin 它是获得 指定 分数 内的 元素的 数量 语法 比较简单 z coin 一下 key 最小值分数 最大值分数 那现在我们就想统计一下 z coin 一下 scal 80到90之间的 元素 个数多少个 就可以通过z coin 来统计 你看 9个 接着80到 inf 正的 inf 一共13个 那不包含80的话 同样的 是不是可以加上这样一个 小括号 11个 不包含80 11个 因为我们有两个重复的啊 都是80分 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 也可以 也可以 zcoin 获得 指定 分数内的 一个元素的 数量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添加元素呢 我们还可以来 删除元素 想删除元素呢 可以通过 这样两个命令 第一个 直接删除 z rem 它的作用就是 删除 元素 删除一个 或者多个元素 它返回 删除元素的个数 语法 也比较简单 z rem key 接着呢 你要删除 某个元素 加上这个元素的名称 就可以 一次删除一个 可以 一次删除多个 也行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test16删掉 你可以这样写 z rem p p 的 score test16 这代表 删除一个 它会返回 删除元素的 数量 一个 那接着你说 在啥还有了吗 没了 没了的话 返回的是 0 没有元素被删除 那可以一次删除一个 也可以一次删除多个 写上一个14 test15 两个 两个 test是不是也删掉了 那接着你再看 只有一个 test15被删掉了 这样的效果 只会返回你 元素 删除元素的 个数 接着我们再统计一下 刚才一共有22个 现在删除掉 4个之后 应该有 z cant z card 通过它 来统计一下 写上一个 pp的score 只剩下18个了 对 22 减去4 是不是剩下18个 没问题 这是z rem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 按照我们排名 按照排名的范围 来删除我们的元素 对吧 可以按照分数 从小到大的顺序 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 来删除 好 那现在 接着呢 我们来先试验一下 按照分数 从小到大的 可以通过 z rem 认识 barank 它的作用就是按照排名 删除排名范围 删除元素 按照分数 从小到大的顺序 删除所指定的排名范围内的所有元素 同样的 它是返回删除元素的一个个数 那来看一下它的语法 zrem 删除 range by rank 看好了 range by rank 接着呢 你需要来写上同样的起始点和结束点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这里边的起始点还是从零开始 我们再添加一个 来试验一下 zr的test rem 写上一个 e a r b 3 c 4 d 添加几个元素 5 5e 6 f 7 g 8 h 一次添加了这么多个元素 那现在 你可以按照分数的一个排名 来删除我们的元素 你可以通过z range得到一下 z range test rem 0 -1 v scos 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a b c d 那第一个元素排名 是不是 起始点是零 它是最小 接着第二个 第三个 假如说你想删除前三个最小的元素 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写 z rem range by rank test rem 0 2 起始点是零 删除前三个 你看一下 删除了三个 返回的是三 那接着你再看 现在只是 def 这样的效果了 def 比较简单 它的所以也是从零开始 没问题 好 那接着可以按照 从大到小 也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分数 它这个是按照排名 按照排名 按照分数的排名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分数 这样的排名 按照分数的范围 来删除一个元素 它是排名和它对照的 这个一起来记啊 12 zrem range by scos 对 有这样的命令 它是按照分数范围 删除元素 那接着你试验一下 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你再来 把这个再拿过来 和它对照着 起一个test im1 语法先写出来啊 语法 zrem 认识 byscos key 接着 me max 那接着试验一下 zrem 认识 by 认识 byscos 指定一下分数 指定一下分数 在这一块 看好了 min和max 是我们所说的分数 最小之和最大之 rem 1 那现在我想删除 三分到七分之间的元素 按照分数来删除 分数的范围 来看一下没有成功 我们没有添加 有这样的testrm1这个集合吗 没有 所以说返回的是零 刚才我们没有把它添加过来 添加一下 成功 八个 接着再删除一下 来试验一下 好 成功 五个 删掉了五个 三到七 三四五六七 接着你再看一下范围 z 认识一下 testrm1 接着指定一下零到负一 所有元素只剩下 ab和h了 这样的效果 这是和我们删除相关的几个 几个 好 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刚才学到这几个命令 按照老师的方式试验一下 之后呢 我们再把最后的几个命令 学完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按赞